今天是6月24星期三 A股連升兩天 事實上上證指數由5178點6月12號高位 到昨天的低位4265點跌了913點 早前的升浪升了1079點 即是已經跌回84% 單單當技術上的調整已經足夠 經過昨天和今日的上升 已經呈現了連升兩天 初步來說已經鑽定了 不過當然我暫時不覺得A股 會很快上回5,000幾點 因為經過一輪的廝殺之後 內地的投資者 或多或少都看得到股市 不僅是會升 一樣是會跌的 在融資方面未必會太過進取 所以技術上來說 就算有少少鑽定也好 你說會不會太快展開升浪的話 都要看成交金 似乎來說這方面就有少少力水不足的感覺 至於港股來說 就一直都是磁型的了 因為恒指這幾天已經回到10天線 亦都回到20天線之上 即是說 技術上已經有一個初步回穩的勢頭了 現在50天線是在27540點 如果升多8028點 就過了50天線 就確認了一個初步回穩的勢頭了 在那一刻 只要買本稍為進取 是有條件進一步挑戰 今個月的高位 即是6月4日的27855點 因為這星期五是期指轉倉高峰日 下星期一是期指決算日 即是星期四 後日星期五這兩天 看看一些主要成分股 能不能夠帶領恒生指導 作進一步的推進了 在收市那一刻 恒指是收在27405點 即是四擠五入 我一向都用四擠五入 比例昨天輕輕升了71點 成交金額1170億 老老實實交頭就不足夠 即是說 由26553點的技術上的回升 只是一個反彈 如果這是一個升浪的開始 現在成交金額絕對1800、1900 甚至2000億 在這樣的交頭之下 大市反彈有餘 而力水不足 無論怎樣也好 6月份還有四個交易天 能不能夠扭轉整個形態 最終成為先低後高呢 就要視乎恒指能不能夠 上去五十天線 以及能不能夠突破 今個月四號高位 27855點 對這一點 我似乎看得比較正面 因為美國的加息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的 頭一輪加四分一來 四分一來 對經濟對股市 怎麼會有影響呢 至於希臘的債務問題 五年一個煩一個厭 歐洲央行去年 已經承諾了一萬億的量化貨幣 在現在這一刻 不會因為少少的問題 是卡住了就告吹的 最終四四六六一定能夠拆 至於香港的政改問題 已經明朗了 是否決了 否決就是明朗了 換句話來說 大家的焦點 會放在經濟方面 一些不明朗因素 就掃除了 加上A股也出現了一個技術上的轉正和反彈 就是說 港股暫時來說 沒有太多利淡因素 造成一個衝擊 所以市況輕輕看好一點 絕對不出記 七月份有機會 進一步挑戰四月二十秋的高位 每個月僅有千零點的波幅 問題先低後高 還是先高後低 但不要看太遠 現在就看看 在六月底之前 行指能不能夠進一步升破五十天線 或者甚至乎進一步 上破六月四月的高位 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五點 成交這麼壓不足 我再說一次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收視再跟你聊 OK